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来帮你补充这个虚拟函数表 虚拟函数表呢 就是Virtual Function Table 那它是我们 在support的 这一个反向的调用 就是IOC 的时候 一个幕后必备的 机制 那有时候呢 我们又简称为Virtual Table 或者是Function Table 都有人讲 正式的名称呢 叫做VFT 叫做Virtual Function Table 那这个是从C++ 诞生的时候 就已经在幕后 扮演很重要的 这个机制 也就是多态 背后的一个幕后的 工程 虽然你不了解 这个也没关系 但是了解之后呢 会让你对于Java 跟西加加的 这一个幕后的机制 能够掌握得更精准 OK 所以在Java 编译这个类的时候 就会替这个类别呢 建立一个Virtual Table 然后呢 把各个函数的这个 reference 或者是地址呢 把它放进去这个Table里头 就成为成为呢 这个Virtual Table 它的目的是 它的目的是提供这个程序 在Round Time 就在这要特别留意一下 它是在执行时间 去找这个Table的 从Table中找出 适当的函数的位置 然后可以去call它 所以呢 那归纳一下 每个类别呢 都会含有一个Virtual Table 那么类别在创建对象的时候 就是它的构造式 在创建对象的时候呢 这个每个对象 都会指向或参考到 这个Virtual Table 所以每个类 都会有一个Virtual Table 好 每个类所创建的对象 都会指向这个Function Table OK 基本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好 那 上图里头的X类别呢 它有对象 都有指针 来参考到 或者指到 它的Function Table Function Table的内容呢 就是各个函数的这个地址 也就是它的参考值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 这一个类呢 目前只有一个类 所以呢 要建它的Function Table 就是那么的简单 OK 好 所以它目前只有两个函数 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 所以目前呢 它的Function Table 就是一个叫Print 它 它就指向它 就这里头有一个 这是指向Print的 一个指针 那么另外一个指针呢 我们用U代表好了 它就指向它 OK 指向它 好 那这个Virtual Table就建好了 好 建好了 那么现在 那么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要来 New一个Product的对象 所以要来 New一个对象 好 那这个对象呢 让A来 reference它 然后我们刚刚说了 每个对象 都会有一个 指针会参考到这个Virtual Table 这是VFT OK 好 接下来 要来 A 要来调用Update 所以就去找A 就找到它的对象 找到对象 就找到这个指向这个Table 就找到这个Table Table Table就要找Update 因此呢 就扣到这里来了 就扣进来了 所以这一个动作 等于是扣到这个函数了 好 再执行 执行 再来遇到一个GIS 那大家都知道GIS呢 是指向Current Object 那目前的Current Object 是这个 这是目前的Current Object 所以这个GIS呢 是指向它 OK 这GIS是指向它 因此呢 它要来找Print 它来找Print 所以呢 它就从这里来 再来找 找到这个Print 就找到这里来了 因此呢 它就扣它 OK 就这么简单 OK 这就是背后的Function Table 或者Virtual Table的用途 所以Java会替Product 产生一个Virtual Table 内含参考呢 都指向这个函数 所以呢 我刚刚所画的 其实就是这样子 OK 就这样 这是两个Print Update 它指向这里 指向这里 OK 然后产生的对象 A 指向第一个对象 它会指向这个Virtual Table 第二个V 参考到第二个对象 第二个对象指到Virtual Table 再指到这里 OK 它的结构 就这么简单 那Java跟C++ 几乎是一样的极致 一样的极致 OK 好 那这个A参考到 Virtual 类的对象E 所以就去对象E里头 找到Virtual Table 再从Virtual Table 找到函数 就这么简单 然后 这一个底下的也是一样 至于这个B也是一样 OK 然后找到Update的时候 原来GIS是指向对象E 对象E 目前 这个 A 这个 现在谈的是这个A 这个A OK 这个AUpdate AUpdate 就执行的ProductUpdate OK 那里头会有一个GIS 有一个GIS 那 这一个对象E 是Product的对象 所以GIS呢 他正参考到这个Current object 所以就参考到目前的这一个对象E 所以呢 他就到对象E去找Table 找这个Virtual Table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找到了Print 找到了Print OK 所以GIS 他A找到Update 就从这里 A 然后找到Update 过来 然后透过Print 找到Print 再透过GIS 然后呢 再找到这里 因为他只向Current object 所以要找Print 所以呢 又找到这个Print 所以就来这里执行咯 所以就执行到这里的代码 OK 就执行到这里的代码 OK 就这样绕一圈 OK 好 那这一个小小的Program 就这样子咯 OK 他就是 那V也是一样 V也是一样 OK 只是V是指向Product的对象 所以他会去找 这个Product的Virtual Table 一样 这个也是一样 AV都一样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来看这一个 反向控制 就是Virtual Table 怎么 来Support 这个IOC OK 那IOC呢 他就定义在 夫子类别的 继承关系 所以呢 我们要来定义两个类 一个叫做 附类 一个叫子类 一个附类 一个子类 OK 然后这个 啊 这里的附类 啊 这一个 我们把它画在这里 好 这一个 啊 附类 就是Product 啊 这个是 附类 啊 这是这个 啊 附类 然后 这里比一下TV 这是子类 TV 是子类 然后 他是 他继承他 所以这TV 啊 是子类 然后这是 OK 好 那我们现在建立一个Function Table 好 建立一个Function Table 然后这个Function Table呢 里头呢 里头呢 有三个函数 一个D 有一个D 那有一个P 那么 有一个Up Update 这都是自己这个类的 所以 他就指向他 他就指向他 他指向他 OK 是这样子的 那Virtual Table就建好了 就建好了 好 那么 建立一个 底下这个Table 我们来看他底下这个Table怎么建 OK 底下这个Table 底下这个Table呢 我们 看出来他有几个函数 因为他继承 Product 所以这三个都会被他继承下来 但是因为这里把它复写啦 Overwrite啦 所以这一个不会下来 所以这一个不会下来 所以这边 所以这边 会有一个Print 就是这个Display呢 他会用他自己的 所以 这是TV 点点 Display 那这一个呢 是指向他 这个指向他 然后接下来呢 他又继承一个Print 所以呢 这是从 附类继承下来的Print 这是Print 那这个是指向他 然后 还有一个 是从这边继承下来的Update Update 那Update呢 是指向他 OK 然后再来 自己一个Show 然后 这是TV的 所以 指向他 OK 所以这个Function Table呢 有两个 这个Function Table呢 有两个是指向附类 继承下来的 有两个是指向自己的 指向自己的 好 那我们现在 啊 就来 啊 这一个 Function Table 建好了 建好了 好 那建好了 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一个 我画之前 啊 画好的这个图 你看 我刚刚已经建好了 就建一个 Product的Virtual Table 有没有 A Degrade Print Update 然后TV的Virtual Table 刚刚也告诉你怎么建了 好 就是 这两个是继承下来的 那这个是本来会继承Display 但是被TV Override 掉了 所以 所以 那个继承的就没有了 所以就留下了TV的 那Show 是自己建的 OK 好 那现在呢 啊 这一个 要产生一个 现在要New The Main Program 现在是 在这里 刚刚所看到的 这个Main Program 这里 现在呢 那我们要来 创建一个对象咯 要来创建一个对象 这里 我们要创建一个TV这个对象 好 建立一个TV这个对象 然后呢 A是Product的参考 A是Product的这种类别的参考 好 那我们先来看 就创建一个TV的对象 这里 然后呢 A参考到他 A参考到他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咯 A Update 现在A 要来找Update 所以A 透过他的对象 因为A参考到这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 又指到这个Table 因此就找到Update 就找到这个Update 有没有 就找到这个Update 有没有 就找到这个Update 好 就进来了 所以他是 从这里下来 然后呢 绕到这里 再绕上来 所以呢 就来执行这里了 执行这里 然后切下来就要开始往下执行了 所以第一个执行到Z10Display 那因为Z10是指向CurrentObject 所以指向这一颗 所以Z10呢 指向这一颗 所以 因此呢 又来找 透过这里再来找这里 结果找到Display 找到Display 而且这Display是TV的 因此呢 就扣到这里 所以呢 这个就往下扣了 那因为这是子类的 这是负类的 所以 这里头就 IOC 就 出现了 IOC就出现了 因为他是从Z10往下 这边找到Display 就找到这里来了 OK 好 再来Print Z10Print Z10也是指向他 好 过来找Print 所以Print就指向这里 所以指向附列的Print 所以这一个呢 反而扣到 附列自己的Print OK 所以 IOC出现了 OK 就这样的 没有 并不困难 好 那如果New Product 这个时候 因为V指向这一颗 所以来这里找 所以就跟TV就没关了 OK 好 那这里呢 Virtual Function Table 含有所有的函数的位置 好 那 有些是从继承而来的 好 这样子的 OK 好 所以刚刚已经讲了 A参考到TV的对象1 好 然后对象1找到Table 从A找到对象 对象找到Table Table找到函数 这这么简单 每一个都这样 那关于Z10呢 Z10参考到这个对象 所以Z10找对象 对象找Table Table找函数 也一样 OK 然后这里也是Z10一样 Z10找对象 对象找Table Table找函数 OK 这这么简单 OK 好 那这个都一样 都是一样的 你看 Z10找对象 对象 找Table Table找函数 OK 那这里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 你稍微 让你提醒一下 如果我们的Main function 改成这个样子 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就是 TV 那Product 秀 这个TV有定义在TV里头 对不对 刚刚你看到这个秀函数 定义在TV里头 但是P没有 这个时候 这一行代码是错的 这一行代码是错的 那这一行代码就最对的啦 因为它是V 是指向 V是这个的形态 而且指向它 所以呢 它本来TV就有这个秀 所以这一行为什么错误你知道吗 因为 当我们在compile的TP.show的时候 它就会去检验 这Product里头有没有这个秀的函数 尤其是Public的函数 答案是没有 答案是没有 所以没有的话 当然就是错掉啦 连找都不用找 OK 都不用找 那这个呢 TV 因为它是OK的 因为TV里头有秀 所以它就一样 这个V 它去找对对象 对象去找table 所以找到的 就是找到的show 找到TV 这个show啦 所以这里没问题 就是从V 找到这个对象 还是一样 对象找table table找函数 所以就掉用到了 所以呢 这个Virtual Function Table 就这么简单 这么好玩 OK 好 休息一下 谢谢咯